宾芬悉尼 宾芬悉尼是澳大利亚悉尼的室外灯光节 始于2009年 于每年的5月至6月 在悉尼市的一些重要景点举行 为期三周 塔龙家动物灯会 即宾芬塔龙家 作为缤纷悉尼节目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设置在悉尼港岸边的塔龙家动物园内 塔龙家动物灯会 以野生动物之光为主题 游客可以观赏到 动物园珍惜动物的灯笼造型和迷人的光影 得到视觉的享受 同时漫步在星光庄点的圆灵带 沉浸在梦幻般的野生世界 由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 因新冠疫情而溃为两年的 2022年塔龙家动物灯会 如期回归 接下来雷伯将与大家一道 观赏塔龙家动物灯会 体面缤纷塔龙家 在动物园门前 老建筑的正面墙上 正在展示的光影秀 一只小熊爬上树干 同时封印 最后被蜜蜂群折得疼痛难忍 而仓皇逃窜 笨熊憨太可惧 是孩子们的最害 动物灯会的门票 与白天的门票价格相同 灯会的入园时间 是晚上五点半和七点半 在通往灯会入口的道路旁 各种彩灯装点 如梦万般的境界 游客还可乘观光游览车 进入动物园内 进入园内 一面而来的是一只 即将展翅高飞的蝴蝶 五彩斑斓 红蜘蛛四目圆灯闪着蓝光 发出摇滚乐般的声响 进入蜜蜂的乐园 地上的土蜂正在四处觅食 小蜜蜂展翅在树林之间飞舞 一只特形的光电蜜蜂 红头蓝衣黑竹 发出低沉的嗡嗡风鸣声 看似一架待命的直升飞机 在夜幕中漫步在树林间 人的整个心声 以融入大自然 与野生动物为伍 林中蓝色和绿色星点闪烁 恰是夏日夜晚 在林间飞舞的萤火虫 犹如大自然在那里闪耀 色灯光芒加重了夜幕气氛 静谧的月光下 小溪流水灿灿 小池塘边 两只七溪的点压 十分淡定 不为游人的嘈杂声所惊扰 进入仙境般的彩灯树林 只鸟在树上栖息 仿佛听到了禅鸣声 一只特形光电只鸟 由人触动按钮 即可发出吱吱的禅鸣声 这只蹄虎刚抓到一条大鱼 正在努力地吞食 水母花在彩色的灵海中飘游 它闪烁的光芒 照亮了地球上珍贵的海洋动物 现在我们进入了动物世界 一条唯妙唯肖的鳄鱼 从路边的灌木丛中突然窜出 游人虚惊一场 贞燕妈妈带着她的幼崽 在灌木丛中活动 小贞燕在学历时 妈妈在一旁耐心指导 关爱被治 贞燕是澳洲特有的有带类动物 外形像刺猬 以蚂蚁为食 熊剑的苏门打拉虎 看似威猛 无奈动弹不得 只能任人抚须 小虎在旁任行玩耍 幼虎胆怯 躲在草丛中 不敢露面 他们还在破吧 非洲熊狮 气宇轩昂 好似群雄 不愧是寿终之王 缩小版的动物园犀牛馆 犀牛缓不出行 五颜六色的澳洲穿山甲 站立在树旁 像是发现了什么猎物 树带熊灯笼 将其憨态可居的形象 展露无遗 它攀上树干高处 看似也在观赏 动物园的亮丽光影 树带熊的身后 是月光下的缤纷稀泥 最后见到的是 我们人类的近亲 类人缘 类人缘 温馨的山口之家 山洞的光电翅膀装置 寓意野生动物之光 不断向上 翱翔天空 龙卷风光影 象征野生动物之光 及生命之光 拔地而起 盘旋上升 直达天际 照亮大地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 动物园的出口处 结束了这次 塔龙家动物灯会观赏之旅 塔龙家动物灯会观赏 给游人一种沉浸式 启迪性的体验 感觉大自然在那里闪耀 塔龙家动物灯会 将陆地天空和海洋的野生动物有基地联系在一起 展示了一个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万物共享的充满活力的星球 并提醒人们 在欢庆 缤纷悉尼节日之际 也不忘关爱野生动物和保护自然环境 塔龙家动物灯会 为缤纷悉尼节日 增色增灰 我是雷博 喜欢我的视频 请订阅 点赞 转发 谢谢 下次再见